王博有多可惜 公元676年王博去世 年仅27岁 而当时同为出唐四季的洛宾王 已经58岁 卢赵伟营40岁 杨久27岁 而距离后世称道的盛唐气象 似乎近在眼前 此时张九龄3岁 12年之后王之焕生于太原 13年之后襄阳生孟浩然 22年后太原王昌林 25年后建南李白和邓王为 28年后 苍州高市 36年后 狗献都府 如果王博能够顺利活到60岁 开启圣堂的文坛领袖 或许就会是他 他六岁能闻被称为神童 九岁做纸侠诗卷 挑出了汉史专家 岩诗谷著作中的一堆毛饼 16岁近世极地 随后被高宗称为奇才 位列出唐四季的首位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写下这样句子的王博 绝对属于天才式的诗人 都说李白斗九诗百篇 王博也有 他写文章经常要先研磨 然后痛饮几杯 恍惚之间蒙着被子躺下思考 等再起身 纸笔便写 一切合成一字不改 这便是复稿典故的由来 或许你会说 久后即兴而作也不算什么 但王博写的可是 藤王阁序 别人写几十上百字的诗文 王博一出手便是近八百字 几乎句句佳品 落画面之美 落霞与孤舞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论用词之庙 兴奋一枕 地阶横炉 千里逢迎 高棚满座 论用点 逢堂易老 以广南风 梦长高节 软极猖狂 论秦怀 观山南越 水杯失路之人 萍水相逢 竟是他乡之客 论气魄 老当易壮 念以白手之心 穷且易奸 不坠青云之志 这篇篇文一出啊 其他文章 顿时失去了颜色 仿佛天外流星 滑坡夜空 但流星 毕竟是流星 坠落与辉煌 都是他的宿命 惠极必伤 王博短暂的一生 一共经历了两道坎 最后一次 间接地置他死地 第一次 他刚任配王府修传 配王与英王斗鸡 王博受命 写习英王鸡文 为配王助兴 然而这事呢 却传到了高宗的耳边 兄弟相争 本就是出唐的一个隐痛 高宗大怒 将他逐出了长安 前途尽毁 第二次 任国州参军时 被人下套 藏匿罪犯曹达 他得知之后 私刑处死了曹达 却犯了死罪 父亲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被贬到了南荒之地 娇治 后来遇到大赦 王博才死里逃生 六七六年春夏之交 万物复苏 王博满怀愧疚 前往礁止 看望父亲 回城的途中 呼吸风浪 他被卷入水中 沧海混沌 浮生若梦 过往如同走马灯 荒入层层浪里 鱼挂入口 恍惚想到 人心浮沉 浣海微途 虽顶其才之名 一路凯歌 但小人暗箭 一时面埋伏 自视天纵之才 终逃不过龙中戏弄 此时生机被盗 等救上来时 惊急而死 后人只笑他是被吓死 却不知天才高处不深寒 这寒光亦能杀人 抖音